打开微信扫码健全与车友大V开启热聊 这个车来这干嘛来了 出家座 你车多大排量 1.0T的 1.0T 你要跑的话不怎么得2.0T 1.0T 那小磋子小巴子 你怎么点小排量 有什么意义呢 不是我改完了大雅 赶紧别测 别测 1.0T怎么了 1.0T就慢了吗 你看这 不是看看1.0T到底 多快 1.0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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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秒4 11秒4 主要刚才那个哥们太讨厌了 谁呢 咱 点个1.0T 提点气吧 这么长 来呗 咱搞赛车的时候 不都是每次搞签订话吗 第一步肯定是签订话 凶了肯定能快 词词 怎么样了 11秒17 比刚才快0.2 这椅子没什么分量 这椅子后边椅垫都 太轻了 这车里还有没有什么 比较重的物件 看什么看 怎么样 我多少啊 10秒7 你没快多少啊 这安卓迪这三个门 挺沉的了 你想要多快啊 我想 6秒 别走 别走 有出去 春XX了是不是 嘚瑟 这不是话赶话 说在这了吗 不过这个国产引战 应该也行吧 是吧 看一眼 这是个保护罩 这是个三缸机 三缸直喷的小机器 对 就它开着像那种 就像四缸机似的 它有平衡着 把这震动给消了 现在看起来 要进行脱胎晃骨的 这种动作才可以 反正我想两方面 一个是机器的话 136马力 我觉得应该还有空间 然后车的重量 咱们再给它去点 就按照咱们正常的 坐赛车的方式弄 行吧 看来咱们得先开拆了 就这机器了 这变速箱看着挺大的 变速箱看着应该够结实 是吧 这好像是一个爱信的 手动六速 感觉油泵直喷的部分 占了很大的比例 一般来讲 我总是决定了 它最终能够输出的功率 所以说您看 咱们当时做到过 222马力升功率 对吧 那这个200马力升功率 就是1.0出200马力 应该行吧 咱那个东西研发了 都长时间了 那是10年的技术机电 这个东西的话 得深入研究 研究一下吧 首先就我觉得最大的问题 你看这涡轮小的 跟瓶子盖这么大似的 对涡轮肯定要动到 第一方案 你说我给你拿个涡轮 这合适的 直接换个大的 肯定行 盖瑞特的GTX2860 对吧 这涡轮好东西 但是这车用不了 像咱们1.5T 1.6T用的全是这个 1.5T 1.6T 有两个先接条件 第一个1.5T是可以 来去勉强推动GTX2860的 第二个 咱们的变速箱 都是配备了直牙齿 甚至配备了序列式的这种赛车 就是它高转速用的多 对 咱们可以一直维持在6500到8000这个转速 它好像6300就现转了 所以这个涡轮恐怕 对 太大了 对于这个车 就脸一样大的 涡轮并非是越大越好 然后咱们一定要选择适配这个车 因为咱们毕竟它还是以它1.0T的三缸车 包括负内我们要强化 对 负内肯定要强化 降低差不多一个的左右的压缩比 这样让它去燃烧再拿涡轮去调 对 差不多这咱们定个方案 好 来 咱们讲的涡轮可以稍微大点 那中冷肯定也是需要加大 炖到活塞 然后燃烧室稍微的加大一点 然后等于是加加索比 就是6的加索比 那咱们差不多要把它降到8.5 就这样的话 它空间变更大了 所以我们目前只能有两个办法 一个是现有的一些量产的大骑马 再通过加工来去合用 第二个方式的话 就干脆不弄这块 而是通过提高涡轮压力 来去生生的把它的进气 通过涡轮的压力来去把效率提起来 那你测一下原厂的轮上马力 轮上马力 轮上马力 你给你推入点 我就已经去测了它的马力了 多少 原厂表现还不错 标不标准准的轮上 我猜100 再接着猜 101 102 不能再多了 111 扭矩的话是200 那就是这个基础的一个数据 还可以啊 对于一台1.0T的量产的 这么一台国产的疫情 已经觉得其实原厂调料的还算不错 那咱们先定个小目标吧 那您估计咱们第一季段 先把它做到 做到轮上差不多140左右吧 140 对 这儿的话差不多曲轴有相当于 差不多175到180吧 140轮上马力 那开始筛先测量吧 那后边因为这么多东西需要确定 那今天晚上咱们就跟这儿了吧 对 其实就要撂这儿了 开工 开开 哎 慢点慢点慢点 慢点慢点 看房间这里白灯怎么着 放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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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下 放呀 你 放呀 感谢观看